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久违的爱豆们妄想图 大家准备好尽情想象了吗? 准备好了吗? 啊,我听不到你们的回答 我说手很冰,突然握住我的手的男友 一气之下提出分手后的男友反应 想要买香水送我礼物后去了商店 再听店员介绍的男友 说只吃一口的亲哥哥 对事后跟我打招呼的初恋 与公鸡交流中的男友 因为不会设定镜头一直在调整的学姐 前辈口试口得好吗?能好吗? 加班后很晚下班 走出公司后看到男友买了我最喜欢的点心在等我 带着员工们登山的部长 买热狗参加我毕业典礼的叔叔 让我暂时下楼的男同学们 在我家被喝醉酒的爸爸抱着后 很尴尬的男友 老婆,孩子给我,你先吃饭 跟我交往吧 祈求下雨的原始人们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学长今天看起来很帅 给孙女发短信的爷爷 蚊子视角 当我要靠近看阻挡的成员们 我暗恋的男生在跟女友通话 听到我要跟同学去海外旅游的暗恋男 喝醉酒后跟我撒娇的男友 秘密恋爱中看到我就会微笑的男友 周末去商场 回头看我微笑的老公 熬夜准备口试的暗恋男 给我生日礼物后 很自豪的男性朋友们 送我回家后 转身回去的男友 看到我掉在井底的男同学们 吃那个就要跟我交往 你还好吗 看你喝那么多 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是吧 跟朋友去录营后 跟我失讯的男朋友 跟Exo搭了同一台电梯 我的呃呃铃声响了 在我房间发现到前男友戒指的男友 喂 你喜欢的学长来了 我的初恋 网球部学长 躲避我视线的前男友 为了看雪下楼的时候 跟初恋对视了 我朋友好像喜欢我暗恋的男生 交往后第一次与我视讯通话的男友 偷偷拍暗恋男的时候 被发现了 看到暗恋的学长 但是被无视了 前男友便秘 对不起 我暗恋的 啊